数字节目 《啤梨晚步》逢星期一至五 六点至八点 主持 啤梨 林康正 和你分析時事,狂追猛打 7月31日,經濟不好就很簡單 我們大家都知道什麼事 每天都有記者會找不同界別的人 說現在的情況 大家都很無奈 又或者說一些關於業界的希望 但是我們的政府似乎是關於人間的事 你看到我們超哥不搞經濟 那就去東盟三國 什麼東西是柬埔寨 柬埔寨不是那個緬甸 柬埔寨那個叫什麼 當時周基蓮我們還有很多老朋友 還有賣樓 還說賣樓 還說賣樓炒得好賣 現在是南城街 不要緊的 李澤佳今天還說 在那裏看很多商機 老窩又說有錢就什麼都 大家搞清楚 李澤佳是一個投資者 他是一個有錢人 他是說別人那邊有很多商機 即是說 即使有搞 他當然是客套說話 搞是香港的錢投資到別人那裏 就不是人家投資到別人那裏 現在你說柬埔寨 老窩那些可以投資什麼 我真的想不到 即是很久以前 或者現在也有 有些雞 老窩雞 柬埔寨雞 那些 即是你去叫那些 黑衣可以投資到什麼 歐美說 惡史倫敦 南軍特區政府 經常住港公署 那些我不要說 話說 我上個禮拜 可能早兩三天 我無無聊 看youtube 看到有一個 我不知道 大家應該都可能知道 有些人知道 我不知道有沒有上過電視 阿Wiki 是不是現在經常介紹 什麼東西吃吃的 你知不知道那個Wiki 你知不知道那個Wiki 應該說 他應該說 他介紹一間 吃牛的麵檔 在波蘭街 你知不知道那麵檔 應該未必知道 那麵檔 我不說他的名字 我已經試過了 我看得很神奇 因為他有很多 整個牛的部位 除了你吃麵之外 他也有白菜 例如牛胸爽 牛骨髓 牛排骨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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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他分得很小 我看完之後 這檔東西似乎有些 有些 有些 我昨天就開車下去 很容易找到我們 去到 一個人就吃碗粉麵 我正在想不到吃什麼的時候 因為我吃得不多 其實我最想吃碟粉 吃碗粉 叫一些 桌點東西來吃 但其實也有些多 如果一個人有 你說如果喝啤酒 當然會桌點東西 那我一坐下來 咦 有個牛五寶麵 咦 這樣就對了 不用想 那我是想過五寶可 因為五寶 都是我喜歡吃的東西 喏 牛骨髓 我真的沒見過人 有牛骨髓麵吃的 你問我 牛骨髓麵 牛骨髓麵 牛腿 牛頸脂 還有黑柏 黑柏 嘩 很冷靜 那湯 我先喝過湯 嘩 你問我 這是口味問題 他就不及 我認為不及我們 在馬拉西 那個 新九魚 但是新九魚 其實是重未蒸的 他很好吃的 但是重未蒸的 但是 我們香港這個 就清很多 就更加耐吃 嘩 然後呢 他有三個 潮州辣椒油 潮州檔 有一個 他們的沙爹醬 一個那些 紅色 即是他們傳統 餘昆益之類的辣醬 但是他自己做的 嘩 好想好吃 昨晚我吃完 我已經叫我 我平時的飯腳 我問你怎麼想 你不下來 真的要去吃這檔東西 既然今晚再去呢 今晚我再去 然後呢 因為今晚已經看完 今晚你又吃什麼 他還有牛脆骨 真棒 脆骨 牛脆骨 不是很多 不是周圍有的 中環很多人吃 水記 水記有 還有 如果那條什麼 金命他都有 水記還有 那條什麼街 那條是 不是波蘭街 那條是 新田地街 即近日麻地 我去拍攝藝 看電影 附近一檔都有牛脆骨 是嗎 金命 那條是金命 那條是金命 好了 哇 我已經想定吃什麼 我昨晚買單吃了一碗這樣的食物 加了一杯凍奶 其實我好像是凍的 有些朋友喝熱的 但總是好像差一點 即是如果你吃這些東西 叫一杯凍奶茶 那是73元 因為一碗食物是70元 飲食物就是送的 冷飲食物就加3元 汽水加5元 那是73元 我真的覺得很便宜 因為現在我隨便吃一碗 你不要說魚蛋河 牛腩粉 即是普通行貨喝一杯 都五六十元 那你會有牛骨水 又有黑柏葉 他就這樣說 因為我還沒跟老闆聊天 他呢 牛丸很好吃 牛肉很好吃 很好吃 牛柏葉很好吃 特級牛柏葉沒有什麼味道 但是那個 皇后和牛骨水是沒有味道 你煮東西就知道 所以 我就要點東西 或者帶點濕火去 鹽也好 魅極 魅極 之類 因為他本身沒有味道 只是吃過口感 嘩很冷靜 我一邊吃一邊笑 我這麼過癮 骨水正 因為你明不明白 你多少東西可以吃到這麼多東西 以前喝茶有牛骨水 有 最流行 最流行 三鮮骨水 還有些仙掌 去骨鳳爪 草菇 吃得多也不好 什麼東西吃得多也不好 最禽流 我又說到最禽流 最禽流 我又被發現了 可能有人說我 因為我不是住那頭 不是 在元州村對面是一檔 最禽流 我肯定是全港最舊和最小的 為什麼呢 最禽流 大家覺得是一個什麼樣子 他這間最禽流 他多久 我不知看的裝修 我估計是五十年 都起碼了 我想他只有三四十個位置 茶餐廳的樣子 茶餐廳的樣子 是心形的 不是啊 我打算又要去的 喂 這些 我只是看到老闆 走出來的款 退休不做 就沒有了 這些 那一位是很棒的 今晚我真的要講一下 究竟是吃最禽流 我剛才說的那間 很冷靜 如果多些飯腳 有飯腳的話 兩三個人可以吃多一點 有沒有牛春 我沒有看牛賓州 牛高丸 不知道 應該沒有 牛高丸好吃 很噁心 他連牛胸爽也有 牛胸爽 牛胸爽以前我很害怕 我煩身肥 但是 其實不是 他一吃下去 一咬下去 爽 爽之餘 裡面有些油香 我最喜歡吃的 哇 牛胸爽也很棒 但是那些東西 就是要找人幫忙 牛胸爽配牛骨碎 牛皇后 嘗一嘗 就算牛的部位也有很多 我剛才說 牛頸爽現在 對著鏡頭緊張 我不怕想說什麼 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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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部位 一看就知道 都貴的 我沒有看 兩三口水 再一碟牛肉 有些幾十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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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去跟那個部位 什麼坑南 那些有 你不用說 牛沙瓜 牛沙瓜有 又是水技術名 所以 今晚我會去 今晚如無以外 也會去再吃 其實有些幾十塊 我會去說這些 我會去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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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駐港澳總領事 梅如瑞日前 收入美國 哥倫比亞廣播公司 訪問時批評 香港只是得經濟上有一國兩制 新聞和示威 集會自由 已經失去 經濟上是一國兩制 也是一樣的 經濟和新聞自由 已經失去 質疑 港區國安法和基本法 23條立法 造成韓善效應 我們留港見港的人 當然是對香港有信心 才留在這裏 如果對香港沒有信心 就和你鬥氣嗎 但是 我們 一定要實事求是 做人 這個未必是我們的特區政府 或者我們偉大的祖國 想希望的事情 但是似乎 這也是一個事實 即是這個韓善效應 君不見 23條立法之前 有不同的記者 無論是本地還是外國 包括BBC 去訪問香港 的圖人 或者做民調 那些人 耍手令手 鏡頭看著他 很像 很像 當日有個才智 在九龍塘 軟視致 走走不及 不肯說 連支持也不說 為什麼 韓善效應也 這個未必是我們特區政府所想 為什麼 他們說這樣可以繼續批評 總之 不要用心不良 但是 我們市民真的覺得 大哥怎麼知道什麼環境 這個就是韓善效應 那個人不出聲 我覺得 梅如瑞是一個客觀事實的 我就認為 在這樣的情況下 既然市民 或者外國的商家 有這樣的想法 應該要實時求死 有則改之 無則加冕 很簡單 但是 我們的 外交部駐港特派專員公署 當然也會出來 對其言論強烈不滿 嚴厲譴責 說他 麻煩你做多些實事 不要花心思 偏造謊言 唱衰香港 我再說一次 第一 你那些強烈不滿 嚴厲譴責 實在是太無聊了 因為你只有強烈不滿 只有嚴厲譴責 沒有人做事 你不要說什麼 首先香港唱不唱得衰 老實說 什麼好的 就真的唱不衰 現在香港 不唱得衰 對吧 我們說客觀事實 你衰的 亦都唱不好 你衰的 不是說 好想定 郵志入興 去講一下 香港白日郵志入興 香港公署說 不是你講一下錢 就回來 不是你講一下 人家過了街上吃飯 不是你講一下 就買樓了 是不是 喂 你好的唱不衰 衰的你也唱不好 這就是很客觀的事實 好了 人家美國 無論你 我們當然是反對 剛剛制裁你中國 香港也有幾間公司 不管你有沒有用人家做一些事情 做什麼 喂 做事 我們看到你做什麼 這些事情 香港人看見 就是沒有人 我們香港人看見 嘴炮 好了 然後我們那些市民 真的是 四個字 水深火熱 再不是 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包括我又要再澄清一次 法國人叫我 要付錢賣廣告也可以 繼續說 他沒有離開香港 法國人 以前 很久以前 他不是血公民 現在是反了 他是教車的 記得 學車找他 是法國人 說真的 說到什麼都說到法國人 法國人都問我 你有沒有回到大陸 我沒有 但是我剛才跟網友上來 又說 為什麼他們會上去更開心 其實是否真的開心 是否這麼便宜 首先也未必是這麼便宜 他媽媽又會受些稀氣 為什麼 明明上面都是 一國兩制 他是那個制 應該是 封閉一點 你上去什麼都可以 反而 你說你多糟糕 然後 你要檢討一下 為什麼 新聞和示威的自由 沒有了 不是我們被人 新聞自由 我們被人示威 可能你覺得真的 你覺得有 上個星期 還列出來 說 2020年 2020年 有幾百次示威 我連幾十次都數不到 他還說有幾百次示威 不知道他們從哪裡來 好了 黃家和說 黃家和說 接受方問 他說 歐伯那些我不說 說美芝的餐廳這樣撿 我都批了 撿了一半 現在只剩10間 還沒收拾 看他的形勢 就似乎不是因應 因為他今年四月才開大點 在中華 似乎不是因應現在的一時 其實四月的一時都不是好 似乎是一個大策略的改變 可能是真的退市 我不敢說 我不知道 好了 什麼都不要說 你昨天 你狗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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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海港城 Timesquare 大家現在去海港城Timesquare 先看看 不要聽他們說 那就知道什麼事了 店鋪 有開桌 不是很多急店鋪 問題是沒有人走 不是靜陰陰 不是靜陰陰 人走都沒人買東西 你狗瘡 你狗瘡 以前 我告訴你 大家搞錯 海港城 80年代 我們小時候 我們經常說海運大廈 很少說海港城 但是踏入90年代 基本上 雖然是一堆東西 海港城就無敵了 港島Timesquare 也無敵了 城愛和鑼灣 你狗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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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有刑警 我真的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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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狗瘡 這系列 收租股 已經是好能保守 穩陣得不得了 這年收租股賺了100多億 現在是說 隨時一年可以收到幾十億 一來一回 過百億的租金收入 你說很嚴重 黃家禍說 說今年 除了第一季 總收益 直肆 比去年第3、4季有增長之外 不過 只不過是去年第3、4季 其實也開了關 今年始終是有過年 有增長之外 一踏入3、4月之後 一直向下跌 即是4月衰過3月 5月衰過4月 6月衰過5月 7月衰過6月 我可以跟大家說說 也展望8月衰過7月 一直往下跌 而不上消費人群 已經是過百萬人次 他說跟亞禄比就輸了 他說現在最擔心的是什麼 業界生意差之下 收錢慢了 什麼收錢慢了呢 因為他們做批發 那些零售食肆 不行的 也會影響他們 他說現在也很擔心 近這幾個月 每個月 平均300間餐廳結業 對供應商 一結業就壞了 很大壓力 而開新的 不夠200間 不是開10間 30間開16間嗎 好了 正結業150間 立即問他 主持人 不是啊 說開 10間開16間 李家超說的 黃家和 稍微猶疑 就解釋說 這個可能不是說餐飲業 是說公司數量 喏 我就算當你 阿超哥 我就算當你 撿10間開16間 你撿10間什麼東西才可以的 海港城撿10間明電 開16間 撿你老媽撒仔麵 兩宋飯 兩宋飯 撿你老媽撒仔麵 撿你老媽撒仔麵 我們又來了 哎呀 地緣政治呀 愛國勢力呀 亡我之心不死呀 總之永遠是人家不對的 自己沒有問題呀 我管治就好 哎呀 過了明年我們就沒得赤字了 說 喂 我們現在要磐沽呀 我們今年講過的新聞 你也真是偶血呀 發債就是當是收入 又有資 然後年年 說了 頭半年 已經少了七八百億 頭半年 埋單 分分鐘兩千億 千多億 你有多少千多億 先不要說 那些儲備有沒有 去過不知什麼地方 不要說那些 你有多少千多億 你的問題 信心就會 低下 駿宏明日大雨呀 沒有提啦 沒有提啦 老老實實說 這些就得淡少了 那時候 林鄭月娥 我撞你老媽呀 林鄭月娥 其實呢 我真是很生氣的 我真的 鄭駕撞過去 我未撞過去 我真的一定要試一下 我覺得我撞過去 沒什麼的 說吧 撞過去 我又不是找人去撞過去 喂 撞你老母 去那時候說 搞明日大雨 錢從何來 不用擔心呢 撞你那些項目 那些項目 他那時候說 那些項目 一出地產澳 彭彭青尼 撞你 撞你 撞地 你老母 你老母 現在不用 我都說現在不用 撞你老母 是你去田明日大雨 送你不要 現在不是撞你大雨 是小力元 那麼辛苦是3000多元呎住宅用地 3000多元呎 你加上建築成本 利息 7-8000元 成本 賣出來1萬元左右 如果那裏有新樓1萬元左右 你就屁股了 已經 但是我仍然覺得他 很樂觀 800呎就800萬 其實大家真的搞清楚 現在大家習慣了 油價貴那麼大 高慣了 其實是很貴的 不是很久以前 我們買了第一城 上車盤 100-200萬 只是很貴的 只是很貴的 如果你們能撿16家王 稍微有意 這裏可能是公司 公司都未必是 因為我免得說 昨天有一個 等等處的女生 給我 政府部門 做完事 聊天 我們連電話都可以 踏散 聊天 現在都靠你們了 總之你們多賺點 希望老闆你們多賺點錢 交多點稅 香港 我們的收入結構就是賣地 最主要 從來這幾十年都是 然後有些印花稅 即是樓宇 股票的買賣 好了 這兩份 你打算抽稅 你抽得多少 這是加稅 大部分的打工仔 賺一兩萬元兩萬多元 是不用交稅的 就算以前交稅 其實是佔多少 公司利得稅 利得稅要賺錢 你才有得利得的 你肯公司走得下去 你才能請到人 才有這個 那你難道真的靠抄牌 今早 我呢 回來上班的時候 看到 有個標位 但是距離我目標的餐廳 我停在那裏 走去裏面 真的有遮掩頭 但是距離我吃東西的餐廳 咦 可能要走 三百 不用三百 可能要走 45秒 我也覺得有點遠 但是那時早上很大雨 那我呢 就停在餐廳門口 然後還有餐廳 關了一輛車 還要等一會 真的很大雨 也下不了 終於看到 稍微 也是一般人來講的大雨 但是我不怕雨 我去吃早餐 吃了四個早餐 在這樣的黃雨 還是不知什麼的雨的天氣底下 我出來竟然抄了牌 因為我習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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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有標位 我開車就預了 三百二我帶了一把 我給得起 但是我鼓氣 我沒有 你抄牌也要把膠袋帶著 那張牌全都溶了 其實他會寄回給我的 就算我沒過槍牌 但我通常一抄牌我會立即給的 立即你電話給的 一秒也不拖 如果他弄得到我 要湊拚 放在車上 用奶氣吹乾乾的 才看得比較清楚 那十幾二十隻字 你打算靠這些抄牌去撐香港 撐不了 你打算罰人家2000元丟垃圾 是撐不了 更加不要說了 你笑死人了 所以你說 各位網友 我真的覺得田雞過河 你真的要為自己著想 你這樣怎麼搞 我們已經是罪了 去年 你說什麼都沒用 國安處委我們就這樣說 去年五、二、三年我還投資 抗大減舖 就是想著你要開關 一片形勢大好 就算捱過少少的風浪 難道我們香港人 真是罪你了 你抽了三次風水豪那支簽都叫你開 老實說我其實沒有問題 我是為文化星的 我自己個人來說我沒有問題 我來公知 罪你為甚麼 為甚麼呢 繼續努力 你說能不能得到自己所 所渴望的東西 我不知道 總而言之我認為 不用輸錢 反過來 你現在就不斷賺錢 大家的份量不出 你還想怎樣 去到這些環境 你還想著 去年賺1000萬 你今年要賺2000萬 雖然要上司 那些是要講大時勢的 你知不知道大樓 你一陣子說 銀家產製有勇士 湖南 你知道那件事 你怎麼掛旗 你現在發生什麼事 香港人你聰明一點 有些人為甚麼 他不是不知道 不過他已經 全注馬 壓下去了 真的不行 他就行人 再不是好處 你只看一看 我不知道 委內瑞拉 我沒空慢慢誓言 那些差人 其實 他們真的學得 都是有些老土的 他們都會殺了人民 又在那邊播 又在那邊播 然後有些警察 又沒有 除毛 人家有警察除毛 烏克蘭也有 委內瑞拉也有 不忍傷害 無辜是同胞 老實說 你那些朋友 真的跟我們好朋友 好似 你那些朋友真是賊賊的 你也沒有那麼多朋友 都更賊賊的 好了 這件事我們快去說 陳紅秀 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是誰 陳紅秀就是831的社工 831是在說灣仔那件事 大家有空上網 查看陳紅秀 天紅的紅瓦 從字哪有公字那個紅 一個很資深的社工 五女人來的 你看看他的樣子 你看看他的樣子 入刑入格了 你說像不像是搞混蛋的人 好了 當日 告他 不知道暴動還是什麼 但是 沈小文法官 表面證供也不成立 證據也不夠 不肯審 當然 律政司上訴 一陣子搞到今年年尾 今年年尾 才會再審 12月 好了 昨天 社工主策局改組 大家知道是什麼事 有隔有隔有隔 社工又走 只有一個 不用補選 不用補選 反正年尾 再改組 你老老實實說 現在是7月8月 你是否正常來 行禮如宜 也是你自己有的 不就是你們選 不補 都可以 好東西 好了 許忠勝 就說 開始審視 違反危害國家安全罪的 社工資格 一上任 一重組 我不是說你不應該做這件事 有這個 要求 第一句接受專訪 一上任這個 新任主席 社工註冊局 審視 避免 違害國家安全罪的社工資格 我真是不知道有什麼社工違害國家安全罪 有的就在拉著我 什麼事 現在有人問他這個還沒判罪的 為什麽呢 他本身 在 2022年 獲委任加入社工註冊局的紀律委員會 獲委任 現在立即喊停了 我不知道 2022年 國安法之後 那個 社工註冊局的紀律委員會也會委任他進去 因為他可能是資深 覺得他是 很合適 現在喊停了為什麽呢 他還沒無罪 但是 但是 不要看 因為現在他有這樣的情況 對他的觀感也不好 老實說你問我 如果你繼續 委任 然後你說 他說 主席 為什麽這個陳同秀 還有一個案子 關注暴動罪 你還繼續委任他 你說 香港是一個發誓的地方 因為既然 之前他也被告 但是說不夠證據 現在是律政司上述 我們算是盡 律政司 但是呢 香港既然是行開這個基本法 無罪推定的話 我覺得 陳小姐 陳女士 他的履歷之力 和我們上次 社工註冊局 的執委 對他的委任 我也是有信心的 我想大家 給一些信心 放長傷 不用放長傷 大家留意一下 到時如果你說法庭真的判到有罪的時候 我們才再說 我反而對你的社工註冊局有些信心 我一見到你 不是用人為財 財財 全部都自己有 那你怎麽樣 在一個奴才社會 就算有些人在社會工作上很有資歷 但是因為要做奴才 那我怎麽能夠相信你們真的會做得好呢 越聰明的人做奴才越是 我建議不如 取消社工 這個公共種 你太平盛世 反正你應付不了 尤其是你們這樣判鞋 節省的錢 真的 你全部要判鞋子 怎麽忍呢 我有很多世襲輩 讀完大學 他們仍然想做社工 仍然覺得 在任何環境下 都需要這些 理論上是 但是我真的作為 認識你們的uncle 我真的怕你們很痛苦 又說要國安 又這樣那樣 我怎麽樣 我想做社工 另外 的士車隊排 今天發了五個詳細 要有些資格 才能發佈的 看來這五隊車隊 合起來就有 1500架車禍 3500架車 3500架車 佔了整個的士 兩成 他們有很多事情要做 雖然那些要求不高 我看法題要求 但是 我想 申請德國的 都應該 是達到要求的 但是他們也有 評分計 你說有沒有 是自己有 還是怎樣 因為我不懂那些工資 我不知道是不是自己有 理論上 如果那些的士 因為有一個車隊 就可以 起碼有一個車隊 去檢視 你可以評分 可以約 他說最重要的是 其中一個要求 就是 的士一定要加 加一些安全設備 就是全球定位 就是GPS 我心想 你有沒有 哪個車也沒有 就在今時 哪個車也沒有 好了 我覺得 怎麼也會好一點 但是 真是深一句 你進了車隊 應該是可以跟進一點 就會好一點 希望 其實最後 說到沒有 你被人救病 就是你那些傢伙 屌你 又兜路又成 希望會做得好一點 近日 我看到今天順便 就有一些 01好像玩的記者 去試了 電動的士 什麼陸人位 又是大陸的 不知道是什麼牌子 我真的沒有心踏 但是 不是BYD 電動巴士 都已經有了 不是呀 大陸試過爆炸的 自然的 當然比例不多 我為什麼要這麼想 什麼 我也不想 謝謝